欢迎收看上阶关心台湾的军林新闻 由军区与军林国资金协会 基本的社区委员总统设计委 已经近日第十一年 今年有四个月下 关心阶段普提和创布 以及面试的委员 内容又包括到路质的生态环境 白天妈作较劲 结果业平安城所作成估计 以及人和共和日間的关系 还有北港丁天庄报备的故事 在这里的外奔也将会在做图云林 跟大家来分享 这里的西瓜又甜又多吃 说到故事的小朋友 是外奔作家林子萱 再会的与其他人为这些 是今年发表下枯外奔的创作者 冬天的时候我都会去开窗户 然后妈妈就会告诉我讲说 不可以开窗户喔 因为西螺会有红皮刷吹的来 就是前几年的糖果炸很严重嘛 然后也一起看一看真的有这么严重嘛 小黑呢就是我爸爸确实有养过一只小黑 然后他就跟着他一起去田里面工作这样 这三位年纪年没天 但是对冬天外奔都没什么经验 所以在西瓜树和外奔的时 会有困难也需要学习 妈妈就会带我去参加一些佐水溪的活动 就会去那边学佐水溪的知识 然后就把它加进来这个故事 因为第一次写故事 虽然说自己是本科系会画图 但是写故事又是另外一个专业 我把这个小男孩的一整天写完之后 我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够 除了这三位以外 其实也有透过故事主题很严重的卫本 博美亚以及在地很严重 和妈来学爱的朋友 他们当作出感受很亲密的故事 也将透过的早途婚年 说给大家知道 这三个主题不但是具有非常多的批判的思维 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在地的观点 正是我们今年非常的凸显 绘本的故事不是只是存在于被动的阅读 而是主动的走到一般人的生活当中 社区的记忆它是非常感动的 它是正式存在的 在正经年其实我也 就是透过这样走独威把 这些故事带到国外跟 国外的朋友们分享 早途婚年中孙回到塞磊 当时定五位兄弟 参目的定量非常丰富 希望大家联合来听故事 了解我们的土地 关心在地的疑地 记者玲玲 蔡航报道